天姿红红红红红 身边的红色 小朋友穿上一整套蓝染可爱走秀 这是艺术家汤文君电信花语创作展 结束在佛王院美术馆 牛西兰一二馆展出之后 回到台中馆和民众见面 汤文君也聊起他对蓝染的期待 为什么会一直坚持在蓝染的部分 其实是因为我们想要推广台湾的蓝染 然后让很多人知道说 台湾的蓝染是一个过程 然后台湾蓝染的未来 他能够做到一个什么样的可能性 默默耕耘希望为蓝染 可以创出更多可能 每一幅作品都是花了好几个月 才酝酿猪雷 不只有艺术价值也贴近人们生活 我看到老师的创作 从衣服 从扇子 从你的围巾 从袜子 甚至刚刚那个走秀 我记得艺术是要带入到我们的生活的 当艺术带入到我们的生活 他就像是佛法一样 师父说要把佛法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汤文君送上亲手染的佛画 给佛光院美术馆典藏 展览开幕当天 艺文界专家学者齐聚一堂 将近100人共同感受 蓝染这项台湾工艺的无限魅力 原来是台北台中 总和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